大家好,我是阿渡,我现在是在三龙威海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威海的国际海水浴场 它这片沙滩非常的大 而且是海天一色,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开始到下面去看一下它的沙滩和它的海水 我们现在看到的威海的国际海水浴场 它是全国的最好的海水浴场之一 在威海它与这个刘宫岛还有城头山合成威海的三大景区 我们现在一眼望去它这里非常大 它是有30万平方米 这是它岸上的一个沿海路 两房子有很多的商铺还有这个居住区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它的沙滩这里 它的沙滩是没有任何的杂质 非常的松软,非常的干净 它这里的沙滩并不是完全平坦的 从这里到它的水面的飞成了好几个小坡 这里有帐篷 现在我们开始到海边 它这里的海水是真的很蓝很青 但是有很多的海草 哇,现在还有这个娱乐设施 好,我们现在接着往前面去走 蓝色的海面,绿色的海草,黄色的海滩 非常漂亮的颜色分界线 它这里的海水真的是很轻 现在我们越往前面走 它这个海草也就越少 现在是一谷一谷的潮水扑向它的岸边 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 大家如果想来海边的话 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小尾 现在它沿向海里的这个绳 它是彩色的 在蓝色的海面上非常的鲜艳 它这个海水域上还是挺长的 有2800米,有5里多的路 它这里的海水怎么就那么清澈呢 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好 威海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 市区多山的一个城市 它也是中国大陆,离这个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 最近的一座城市 而且呢,威海打造这个卫生城市 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宜迹的城市之一 景色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来到威海的人呢 他都会不由自主的说 这个城市真的好干净啊 它这里呢,也是我们目前足够感觉 最干净的一个城市 在我们远处呢,我们看到一艘 应该是游轮 在这个游轮市中呢 他们骑的应该是这个摩托快艇 有些远 我们现在所占的这一处海滩呢 它前面的海水呢,并不深 我看到很多人呢,在我20米开外 我都能看到它的 还是能看到它的腰 这里呢,有座富桥 通向海里 它这个东西应该是叫这个摩托艇 这岸边呢,有很多是出用这个的 现在我走在这里呢 是非常的想下水啊 不知道我下一次来威海这个城市 是在什么时候 我在威海走过的几处海滩呢 它并不拥挤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在这个地方是欣赏和体验一下大海和海滩 现在是又往前面走呢 前面的人比我走过来的地方要多了起来 它这里的商业活动也多了起来 它这一处是没有什么海草的 水也很清澈 但我感觉它这水呢,并不深 其实来这里人呢,我感觉它是北地人比较多一些 因为多是一家人 很多北地人呢,都是带着游泳线 然后带着个帐篷在这里住大厦 它的岸上呢,还有很多这个住用汤椅的地方 非常的漂亮 这里的景色 哇 走在它这里的沙滩之上呢,也是非常的爽啊 非常的松满 它沙子材质呢,非常好 它这个沙子呢,很细 也很干净 这里呢,就是这个海滩的一个地标 大白帆 在这里呢,可以休息一下 这一片地方呢,还是挺大的 也可以在这里呢,去看一下沙滩海景 它这里的沙滩和海景呢 无论是远看还有近看 都是不同体验 但都非常的美 前面我们看到呢,有一个导望塔 它上面有一面绿漆 绿漆呢,是代表可以下海 如果是黄漆呢,就是半关闭玉场 如果是红漆呢,就是不可以下海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片海滩呢 它是有30万平方米 可以容纳10万人在这里 哇,在这里呢,是真舒服 它这个人呢,又多了起来 它这个海滩一侧呢 很长很长的,全都是这个猪汤鱼的地方 这个呢,就是我们走过的 威海国际海水浴场 你喜欢这里吗 那我们下个地方见